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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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再进一步回顾 来看说 其实为什么这个赫勒韦 他在治疗的效果里面这么理想 我们刚刚讲过说 已经用过小抗美跟子安醇之后 很多病人在使用期待 可能有效提升 它的无病存活力 但是看不到整体存活力 为什么赫勒韦这个药物 可以看到整体存活力 它的一些基转上面有什么特性 让这个药物在使用上 有比较特殊的地方 它有三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第一个是说它可以 让原本上皮到肩脂的变化 产生扭转 再可以让血管的一些 不异常的血管的增生 能够重新再塑形 回到比较正常的情况 以及可以减少癌细胞 转移跟侵犯的特性 那我们接下来用一些卡通图 来跟大家了解 癌细胞它的生长跟分裂 有时候它一开始 会有一些上皮的特性 像乳癌还是乳管的上皮细胞 产生的 那慢慢的这些细胞 它要转移或跑到其他地方去 它要能够离开原本的地方 它就会转变成像肩脂细胞 变得比较侵犯的一个效特性 这从上皮到肩脂细胞的一个转移 那上皮细胞它本身是 比较侵略性的 没那么强 那肩脂细胞 它有比较强的侵略跟转移的特性 那当细胞缺氧的情况之下 它会有从上皮到肩脂细胞转变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赫勒韦他在使用 他可以把肩脂细胞 再把它变回是 上皮细胞的特性 使得这个细胞侵略性下降 让这个细胞的侵略性跟转移的能力 减少了 那这是一个示意图说 像我们原本 原味癌病人的定义就是说 在基底膜里面 慢慢疾病进展变侵犯性乳癌 它就有容易的转移 跟复发的一个风险 那你看它转移 它不然就吃穿这个基底膜 它跑到血管 转移到生理其他地方 它要从这个上皮的特性 变成尖植细胞的特性 才能够跑到其他地方 那我们使用这个赫勒韦 它就可以打断 这个从上皮变成尖植的特性 让它回到 比较偏上皮癌细胞的特性 让它转移的风险 可以减少了 那再来就是血管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般正常的组织 它血液通透 我们知道说 组织它要有血液的供应 才不会坏死 当这个血管产生异常 因为种的它不正常生长的过程中 可能会造成一些血管的变异 或是说一些地方它坏死 缺氧造成坏死 那这个坏死的话 这会造成癌细胞 它产生的变化 因为癌细胞它也是尽量要活下来 那你既然有这个环境缺氧的过程中 它就想办法要活下来 它就会变成血管 它本身来讲 因为这个血管的问题的话 它变成癌细胞 会有那种增强它的一些转移的一些能力 让它能够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能够活下来 那如果说我们藉由这个压位的话 它可以让这个血管通透性再增强 让那个血管变得比较正常 让那个组织的罐流会比较好 让那个减少癌细胞缺氧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藉由这个激转使得肿瘤细胞 那第一个是 就是药物能够到这些肿瘤细胞去 那再来是说 这些肿瘤来讲也比较不容易转移 可以造成癌细胞坏死的一些情形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造成癌细胞转移 跟侵犯性的下降 可以发现说 肿瘤它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是因为这个细胞它比较恶性 它跑得比较快 比较容易转移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老鼠来做动物研究的话 你给一些不同的药物 你发现说 假设你并没有给这个药物 这个癌细胞 比较容易转移到肺部跟肝脏 造成老鼠的一些死亡 如果说你给它一些坏的药物 这个癌细胞的转移量 会减少 如果说你使用科瑞维的话 转移到肺部的癌细胞 明显的可以减少 它在身体上 或是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动物系统 你就都惯得到同样的一个情况 这根卡当图 再把它的一些急转 再进一步跟大家复习 就是说 赫瑞维是抑制维管的生长期 而不是影响它的缩短期 它会阻挡成为非生产的聚合链 它的疗效是 藉由抑制维管的过程中 来导致细胞存在G2M 因为第一个它会抑制有失细胞的分裂 让这个细胞停留在G2M这个肺 让细胞造成凋亡 另外它本身会造成那种 上皮跟肩脂的一个转换的抑制 让这个癌细胞比较不容易转出去 第三个会让整个血管 那个通透性的一些改变 让组织灌流回复到比较正常的情况之下 减少癌细胞的侵略性 让药物比较能够传统到肿里面 去毒杀这些癌细胞 这是这个药物的一些特殊基转 也是它为什么能造就很多病人 为什么早先用到其他药物之后 还是能够进展 使用这个赫勒韦 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疾病的一个原因 那对于荷尔蒙素理阳性的转移性乳癌 这是我们目前的疾病最大中 它的治疗目前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治疗选择 那以目前来讲我们会建议患者 可能使用荷尔蒙治疗是比较建议的 但是假设这个病人来讲 他在使用荷尔蒙治疗 疾病还是不断的进展 以及有一些内脏器官转移的一些风险 那可能使用化的药物是一个选择 那目前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乳癌类型 包含荷尔蒙素理阳性 三阴性乳癌 以及喝吐部落表现乳癌 那我们的治疗今天来讲使用这个药物搭配其他的标把治疗 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 很久以前发生搭配了 那因为你忘记用药物搭配了 和烯物搭配了 我肯定了 其实是那个药物搭配了 这就是核无所调略的 击击击击几�� 所以我是邮。 感谢观看